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诚恳的跟我说 说过去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太少了 现在一看才知道 中国的古代的文化原来这么好 像人都写着清清楚楚的 该什么事该怎么干该怎么干 你按弟子规办 你这事世界上就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世界 咱们这中国人怎么这么天真呢 原来就是现在认为把弟子规三字经一背 中国社会就进入极乐世界了 这怎么可能呢 我有时候我说 我说这个我不跟你们抬杠 我说你们看《红楼梦》好不好 《红楼梦》也不是共产党的宣传吧 对不对 你们看看金明梅 把那该删掉的地方你们删掉 主要就看那儿 甚至你看《水浒传》看《三观演义》 你就知道这个弟子规和三字经 能不能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 还有些道理是对的 比如说在一个小的范围内 在家庭里头 你要尊老爱幼 你要勤俭 这些道理都是对的 看靠弟子规想把一个企业治好 我是非常 这我也觉得很纳闷 为什么要从来抱一背 因为这个东西像弟子规 这个应该是 就是清代的秀才编出来的 一种就是像歌谣似的是吧 它是一个一个通俗版本的论语 不论语的一部分 好像是论语的开头编出来的这么一个 那我就回想到您说这个五四抽策这个问题 因为五四确实是激烈的要扫荡传统文化 而且可能是有点这种脚枉过正的倾向 但是五四到了后来呢 其实也那些人整理国故书 也说我们不能一味打倒所有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 打倒孔家殿救出孔夫子 就是说其实原来比如孔子 原来说了很多话是经典 我觉得有些道理 我们当然可以 和情合理的东西 去除了他那个先行那个社会已经不适应今天的 他的基本的这些人意理智信 我觉得还是好的东西 这是我们的作为中国人的一部分 不应该丢 可是一个是就是说 他变成孔家殿了以后 就很多后人的牵强附会 比如说存天理灭人欲 这孔子没说过 比如说那个弟子龟里边有些 比如尊老 哎呦您说的 这个我觉得好 是吧 可是他又加了一些 比如说什么 我记得就是我不会说原话了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如果你的父母 这个有你说有不对的地方 你要劝诫他 不仅要和颜悦色 而且你一而再再而三 然后他就你要跟着他哭 他还不接受 你要哭着喊着跟着他劝 然后最后他打你 你还不能怨 这孔子哪有这个呀 这就过了吗 那我请问你们 他就是说 比方说我对西方不了解 但是感觉上 好像他们有一种宗教 比如说教人怎么做好人 教人怎么做好事 他是靠着一个宗教信仰的力量 甚至于说你不要奢侈浪费 他跟清教徒的这种信仰 他觉得你挣了钱 你也是应该奉献给上帝 而不是用于你个人的享受 他会有那么一种教义 这个宗教他起到这个作用 但是在中国没有这么一种 好像宗教一神教 那么在中国是什么东西起这个作用呢 不是他就伦理道德 伦理道德 伦理道德呢 就是就是说就是从孔子那儿吧 尽量的呀 给使这个人和人之间 首先孔子他不相信人是平等的 他讲的君君臣臣 负负责责责 所以就是说你君得有君 像君那样 你臣得像臣那样 你当儿子你就得像儿子那样 你得垂手在旁边站立 但你父亲你胡来也不行 他就各就各位 各就各位 然后大家都守规矩 守这个礼法 这个想法呢 不能说他没有积极意义 因为您把什么都推翻了 什么都是无政府主义 什么都是胡来 你发展当像文革那种 说是这个学生拿着皮带抽老师 那当然不是好事 对 但是反过来说呢 他里头有一些比较现代的 这个思想意识 我记得我也说过 就是维权的意识 民主的意识 人格的平等的意识 虽然说是 你是我爹 我应该对你更多的注意一点 但是呢 你还也还有另一面 就是当两个人都是成人的话 父子之间也要注意平等相待 你不能搞搞强迫命令 因为这些东西 他就非常不现代 再有这个弟子规律的 还是三字经理的 有这么一句话 就这句话对我刺激特别大 就是说学友谊 戏无益 就是你什么意思 就是你不能玩 游玩 游玩是没有好处 游戏没有好处了 你要是读书 学习 念书 背书 这都好 你一玩就不行了 我感觉 我怎么觉得 现在 尤其是现在的中国 我们需要提倡 对于青少年 对于儿童 戏有益 对 咱们中国的孩子 玩的太少了 对 哪有机会玩啊 对啊 这个 现在可真是学 玩电子游戏也算玩 也算玩 也算 他现在是天天友谊 他那个无意的 就是更好的玩乐 他太少了 所以咱们老谈 咱们这个教育 怎么这么多考试优秀的人才 咱们还是没有创新能力 还是差 还在后边呢 这肯定是跟咱们的教育 方式有关系 可是你知道吗 我现在也是 当然这个这些话 平常我们都这么说 说没有想象力 这个想法没有多啊 可是问题是我觉得现在啊 相当一部分咱们这个教育体制 教育出来的人呢 反倒问题是什么呢 他不本分 他不踏实 他不老老实实的 做好 翻过来一说 翻过来说又对 对吗 你说吧 他你说 甚至我觉得有的时候啊 他想象力太丰富了 就像有些年轻人 我认为你手头的事 咱就说这个活好 对吧 基本功 一个事情 你也 你就好比说我们一个电视台 也是这样 我就会觉得 说一个人像到了我们这最后40多岁 您是做节目制作人出身的 对吧 现在正是你出成绩的时候 你的经验 你的能力 到了最好的程度 可是不 你现在要去当台长 你去当台长 你去要搞宏图大略 你那个不靠谱的宏图大略 可是呢 所以为什么你的品质 一个具体节目的品质 一个具体产品的品质 就少老实人 那少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我不让你想象力 把自己的本质工作 一丝不苟过做好 你讲的非常好 这就就是 跟五四 咱们就回个头来说一下 五四一个口号 一个是民主 一个是科学 咱们中国缺少一种 科学主义的传统 所以呢 我们说它缺少想象力 是那种 在科学的范畴的想象力的缺 但它不缺少公关的想象力 它不缺少碰运气的想象力 赌博的想象力 赌博的想象力 对 占博的想象力 是 买彩票 买彩票的想象力 没错 这个想象力很越近 你要说想象力 那就是够有想象力的 秦始皇一出行 是不是 然后这个 这个 项羽 项羽是谁 谁先说 说彼格取而代之 人家那个想象力 王侯将相 宁有种乎 另外一个说 大丈夫当如是 这个想象力 全世界也 人家都想当皇帝的想象力 也不多见 没错 犯上作乱的想象力 犯上作乱的想象力 这个 这个 财神庙也上市 财神庙上市 股票上市的想象力 对 地上挖出一块骨头 就说这是女挖的骨头 这想象力 你全世界 在广东制造一个 奥地利小镇 克伦利哥 对 它会那个 但是最基本的东西 它不会 它不会 这其实咱们 这说的是有两面 就是一个 在一个大的规范 都是错乱的情况下 你越发想 越发挥想象力 这事越糟 你知道 就越 越乱就发糟 如果这个 所以其实不是孩子的错 我觉得这是一个 教育人的 那个人的错 我觉得也是一个什么呢 社会这个报酬 奖励机制的 这个不对劲 就不 就是说 勤勤恳恳 踏踏实实干活的 这个工匠 没报 挣不到什么的 他公关 公关好 公关的 搞关系的 所有的 骗人的 这个大富大贵 你如果要是把说谎 也变成想象力的话 那咱们想象力大吧 咱们第一 没事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朋友不曾孤单过 一生朋友你会懂 一句话 一辈子 一声情 一杯 卢州老教 特区老九 最近说不接了 对对 王老师 您是研究想 您那专业就是想象力的 不是 我是想象力 我现在 我差过 刚才说出了题就能做 我现在我有点 一阵阵的 我犯迷糊 是因为我老了 还是我故意捣乱 还是怎么着 就是 我好赖 我是一个吃文字的饭的 吃作文的饭的 可是我现在就是 看那个高校的 那个作文考题 我就是历年来的考题里头 有三篇 我绝对是得零分的 一篇是 是有一年的考题 好多年以前了 说假如记忆能够复制 这个我 我到现在不知道怎么做 那你要给我出这题的话 我这 我一分也得不上 第二个题的时候 我听着也是 那么费劲呢 说一个人呢 他带着几样东西 有诚信 有健康 有美貌 也不 还有几样 但是呢 他过河呀 只能够带 要扔掉其中一样 你应该扔掉什么 有的学生 有的学生 你回答 干脆扔掉诚信 算了 这个就没分了 你必须的意思 就别的都可以扔 诚信不能扔 还行 我想他出题的人的意思是这个 可是这个要让我做这题 我就叫百卷了 因为我认为这胡说八道 怎么这个 这美貌这中间闹什么矛盾呢 是不是 他现在这个高考做文题啊 还真是一般人想不出来 还有今年这更邪门了 假如把你的聪明打成碎片 你把我脑袋打成碎片 我能想象 我这想象里能达到 是不是 你拿一锤子 邦一砸 那这碎 聪明 聪明什么就要打成碎片了 我想他的意思就是 别耍小聪明 我觉得这题 这题目干脆 咱们出一个别耍小聪明 好不好 咱们这个什么话 咱们就是实话实说不行 是瞎绕什么呀 那越绕他们的 所以王老师 我听你这么一说 我就不怪那学生了 今天还有一新闻 说白卷英雄张铁生 又有一个 说是有一些学生 这个作文就不写 然后其中有一个学生 这个新闻都报道出来 这个学生说 尊敬的乐卷 老师 你看在我苦读12年的份上 这个作文 我也实在是做不出来 你多少看样子 给我点分就行 最后一般呢 这样写 能写几行的 都给8分 或者10分 就是认字 他认字 认字能写几行 100分里边给8分 对 一般这个乐卷老师碰见 这个求情 给8分 有时候我就觉得是什么 这里牵扯的 您说的想象力 就是咱们有话 就是说他白话行不行 对 没错 您比如说 如果假设 如果我理解错了 那我就更应该扣分了 我受什么处分 我也都认了 您出那一题的目的是说 人不要耍小聪明 那你就干脆出一题 不要耍小聪明 但是他觉得这个没有智力含量了 没有智力含量 没有文化含量 不像老师出的 对 像街道是出的 再加上他就是说 有点像 就是说这么多人高考读木桥 你要是出一个大白话的 所有人都能打上来 那怎么选 是吧 他得出一个特别刁钻的 只有极小部分学生 能猜出来你的意思是什么 这些人能 出题 包括那个 所以说过河那个 过河那个 其实你要是 这是我故意 自个儿跟自个儿较劲了 说明我这老庄啊 讲的版本也没学好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 人最宝贝的品质是什么 健康当然是重要 财富也是重要 你不能说不重要 地位 我也希望我得到尊敬 荣誉 但是我不能丢掉诚信 我想他无非是这样的意图 但我觉得王老师 我怎么觉得他这个让我想起来 中国就是不老说这个段子吗 可能是从那转来 就是说 如果你妈和你太太都掉河里边 你背哪个 我觉得他从这儿来的 而且民间有好多段子 比如上一个飞机出事了 说小布什也在上边 什么江泽民主席也在上边 还有什么普京也在上边 哪个人怎么办 谁掉也怎么办 就这类东西 老师现在的 他的知识结构 我觉得可能已经就变成 他已经变成这样了 有点费劲 就本来很普普通通的一些话 我觉得我们培养一个人 首先能够实话实说 比如说这是水 我们就说水就完了 您不一定要回到这儿 说这是一种液体 是可以饮用的 价钱现在越来越贵了 原来不贵的 原来不要钱的 没错 他觉得没几个 这个够智力 或者够繁琐的词 显不出水平 这怎么能叫 真是比我损了 够智力和够繁琐 证明智力 有时会变成一种繁琐 你这解的好 所以你说 是不是不能怪学生 还是得怪这个 所以这都让我联想到 您说的这个文化泡沫 其实这个本身 这也是语文的泡沫 用词的这个假大空 用词的这个泡沫 其实当年 说是当然 你比如说延安整风 那个时候 有很多复杂的历史 但至少咱就语文 这讲这一样 当年毛泽东 讲的就说 这个党八股 他也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里边 有他的合理性 因为他觉得 这些士兵 这些战士们 他都是农民 他都是农民 你这些一转 对 你这一转 要人的命 对 你就这个阶级 那个主义 对 你就来说 懒婆娘的裹脚步 又就又成 说你 你要说什么 你就说什么 对不对 对 但是他过了若干年 几十年以后 又开始 这个新白话 又开始到了一定时间 他又走那个方向了 我也不知道 我学那文学史 对不对 但我记得 我中学学那文学史 这语文老师就讲到 这么一个规律 他就说 这个文学 最初 比如说诗经 他从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出发 但是后来发展发展 比如说到了汉复 那样的铺排 那样的词早 那么多 他说 当文学到了一个戏之末节的时候 就一次次的文学史上会发生 就是重新回到源头 对 就是我们山凡就简 回到出发的那个 再重新去找 因为这汉字的文化的文 它本来就是那个 实际上是乱脚 丝那个文的意思 是吧 就是你要是一个很 叫什么 plain 就没有什么东西 它不叫文化呀 你得在上面画点花纹 得有装饰 这才叫有文化 才叫有文采呢 可是你弄弄弄弄弄 最后就变成 就是你说 就变成平文那种的了 除了文 什么都没有了 反而内容都没有了 这话你说了 听了天花乱绿 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其实就是把一个 很简单的事情 它变成很复杂的一大套 反而就又变成迷失本性了 到这个时候 你要这么说 我倒想请着你 王老师 你的大作 我经常拜读 我觉得你的文风 就有一种 像长江大海一样 这个词早 就这个词 好像是连续使用之后 形成一种浪潮一样的力量 我也有那种 但是我 我起码也有 这实话实说的 大实话 面目也是复杂的 大实话的风格 咱也有 也有 还有特别简短的 像我那个 《尴尬风流》里头 有时候一则 只有这个 几 一百 一二百个字的 像微博一样的 那种风格的也有 我 我并不是 就是 只会往樊里闹 有时候我的 比如说我 人家找去参加一个什么活动 说让发言 说 要求你 这是中国有 别的国家很少有 您给我们讲两个小时 这我就得告扰 我说我老了 我这能讲一个半小时就不错了 但是我能讲一个半小时 然后人家告诉我 说您可以发言 这样三分钟吧 这三分钟我也能发言 能减能烦 这是其中高手 这是高手 咱们七件广告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传承千年亮灶工艺 历尽天宝肚藏 红花国色 匠相典范 红花囊 回到这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上层游艇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当然咱们像开头说的这种 中国人现在想找这个 什么自己的传统文化 也会出一些幺蛾子 你知道吗 前一阵在哪 在四川那边还在哪 我发生了这么一个事 就有一女孩 穿汉服 你知道吗 真的就穿这汉服 就上街吃饭去了 在二楼吃饭 结果就几个大学生在底下 一轮轮轮轮轮轮 结果就是一群人冲到楼上 就逼着这个女的脱衣服 说你穿的是何服 他们认错了 说你穿着日本这和服 你这上大大大 日本和服也没关系 哪怕人呢 哎呦 现在这帮反日愤青 你知道吗 就说这个就丢了民族的脸 就逼着这个女的脱了衣服 最后裤子都没了 还是一个男的给自己女朋友买了条裤子 借给这女的穿上 这才回了家 不是这个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今天呢 你说这个 今天我来以前呢 我还琢磨 因为天比较热是吧 我穿一个短袖衬衫 我看一个特别好的 是我在泰国买的一个短袖衬衫 但穿那个 推向东南亚华侨 我怕我要穿那个以后 我让人恶心 不会 我不喜欢看 下回穿了我看 下回当穿也回事 我先声明一下 我把我那印度上 我还要无意 无意要这个 其实我对咱伟大祖国是最热爱的 无意为泰国代言 不是给泰国代销 但是那个呢 它夏天呢 因为像泰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度 我不太太 这些国家吧 它很注意夏季的服装 让它既保持这个 这个清凉吧 又看着还挺正规的 而且还不晒 它比如它那个 我真的比较熟的 那个印度的那种 就是它都是长袖 但又不是长到 你透过气来 但是很薄 比如它是麻的 或者是棉的 但不被直接晒 它又隔着那个日光 可能那些地方出虎 出麻 但是你看 你在街上穿这些衣服 都没人干涉 这样你就穿和服 他们就不干了 和服它要是日本人 怎么办 不许人穿 它怎么能认出来 它又有日本血统呢 哎呦 而且它不是和服 对 它是汉服 所以这大水冲了 妖王妙 又无知 还有金 而且真是这有意思 这个民间义和团 这个东西受不了 这个 他大姐大学生 弄到一半的时候 接着向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 文明启示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